用台队的军文招战 他就在那里打军产机 不得了 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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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给我看买 好 好 好 看一下表现 这是你们最先 还帮着打 这个视频啊 在网上一出现以后 很多人就觉得啊 中国传统武术呢 都是滑架 也不能打 现在我可以很肯定的说 就是中国武术呢 其实是能打 它是有实战能力的 中国传统武术啊 你到底能不能打 我其实我也是非常好奇 比如以前看那个武侠小说什么的 什么各种门派 各种内功啊 特别玄乎 然后我呢 对他们期望也非常高 然后后来呢 就是看日本的那个K1比赛 后来再看那个中国散打 对泰拳 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好奇 中国功夫吹的那么烈啊 如果他们要是有高手过来跟他们比赛 会是什么样子 就是徐晓冬跟很多人比赛嘛 我觉得更加好奇了 然后我也想知道到底能不能打 怎么这么惨 然后呢我就上网去查 就是在YouTube上我也看了很多视频 就是街头 斗 还有就是泳春 对空手道 对泰拳 而且网上的视频其实很多 咱俩都学空手道嘛 我陪他去那个 学空手道 哎 我突然我就顿悟了 我觉得现在空手道呢 应该是没有人怀疑他 就是有没有实战能力哈 大家都觉得他是能打 只不过是我个人觉得呢 就是他可能不是特别厉害啊 然后你看咱们儿子学空手道呢 他就是老师教一些格格斗技巧 比如说怎么怎么出拳 然后怎么挡 然后他那个里边啊 其实也有一些套路 你看那个那个 炎收弹 对吧 然后 炎泥弹 炎泥弹 他就是考不同的级别 你需要掌握的套路呢 还不一样 所以我就就顿悟了 哎 你说这个跟中国的武术不是一样吗 中国武术也是有套路的 对吧 所以我觉得觉得啊 就是中国武术呢 他应该还是能打 有实战能力的 就是世界上大部分的格斗啊 都是来源于民间私斗 是吧 可能是呢 那个时候呢 就是丛林法则比较盛行 必须练一些这个技巧来防神 然后呢 就是逐渐的积累经验 是吧 然后就是最后呢 就演变成各种拳法 然后还有就是呢 你看看历史啊 然后就是你也会知道 中国武术呢 肯定是能打的 就比如说那个隋末唐初的时候 说有这个十三个少林武僧 他就跟王仁泽的一个手下 李英外合 然后突袭援州 把这个王仁泽呢 给给抓起来了 献给李世民了 后来呢这个故事就演变成呢 十三棍僧救唐王明朝抗击倭寇的时候 然后那个政府啊 召集了很多少林寺的武僧 就参与战事啊 然后他们呢也是立了不少功 明朝政府也给他很多表彰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呢 这些少林武僧啊 你不管是他 你不说他有多厉害吧 现在先说 是不是什么武林高手啊 但是你他肯定是能打 有实战能力的 不然的话 你说让他们去了 都是花架的 上你就是送死了 找他们去干嘛 干嘛 那有没有可能是那会儿没有 那个什么MMA那些 更先进的格斗技巧啊 那你大家都是花架子 所以就比谁的花架子更厉害呗 还有呢就是标局 是吧 以前不是标局押送什么值钱的东西嘛 就是镇远护卫对吧 对对对对 这些标识啊 那肯定是要有真功夫的 是吧 你要是没有真功夫花架子 那你也是白从此嘛 没有用嘛 当时那个标局 那就是开创标局的人啊 那肯定也是就是 当时远近闻名的就是大侠 就是比高手吧 所以一提他名 大家都会给一些面子 靠面子刷脸是吧 不战屈人之兵 这是一个能不打 当然是不打了 这是一方面 那既然我说中国武术肯定是能打呢 那你他怎么突然就现在变成这样呢 像刚才那几个视频一样 感觉就是就是滑架子哈 还不如街边的人斗殴有战斗力呢 对吧 然后我觉得呢可能就是 呃有以下几点 然后第一个呢就是断党 满清入关以后啊 他为了防止汉人造反 禁止汉人练武 啊 汉人呢就是二十个人以上聚集在一起 他就认为你是谋反 所以呢就是 那会儿呢就是大家都不上武了 学武这个风气就没有了 嗯 但是呢有一个现象就是呢 嗯他不禁止回民练武啊 然后呢当时呢由于就是可能是 呃保镖压镖的需要 是吧苍州那会儿呢回民比较多 离京城又比较近 所以那个地方呢就是回民练武 哎风气很盛 就是一直就是有发展 结果到到后来呢就现在是一个武术之乡 49年以后 然后呢然后政府呢又禁止 呃武术啊 一些就是说是比较杀生力的犬种啊 他也不许练啊 彻底否定了武术 然后呢就是民国那会儿啊 可能刚就是恢复的一些这个习武的风气啊 上武的风气啊 那会儿就又断了 你断了一两代人之后 你如果想再捡起来 就不是那么容易捡起来了 嗯啊 失传了吗 对 失传了 即使你把它重新捡起来 我觉得呢也不是原来那么回事了啊 因为就是你可能还记得一些套路是吧 但是呢你已经不知道这套路是干什么用的了啊 这套路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啊 然后他其中那些使劲的技巧啊 你已经不知道了 呃那些人呢 最后呢 就沉迷于套路啊 为了练习套路呢 呃而练套路 哈哈 然后打打仗的时候吧 他们就拘泥于那个那个套路要求的那个姿势 你看刚才视频就是 我觉得呀 就是那些套路啊 实际上就是把你就是平时那一些格斗技巧 他给揉入到里边了 他为了便于记忆 然后你每天呢 把这个套路练习几遍哈 然后就等于呢 把那个那些格斗技巧复习一下 肌肉记忆 对 然后呢就由大脑记忆 就变成肌肉记忆 嗯 这样邻底反应不是更快吗 嗯 第二点呢 就是啊 也不要高估中国武术 啊 我说呢 中国武术呢 能打啊 有实战能力 但是呢 嗯 他也就是能打啊 你千万也呢 不要高估他 不要把他想象成就是 像那个武侠小说里边那样 啊 那么牛啊 也许以前真的那么牛呢 就是断挡断的 嗯 不是 举一个例子啊 就是我初中 呃 有一个同学 他吧 非常上武 哈哈哈 意思就是说 他非常爱打仗 嗯 动不动就喜欢跟人打一仗 所以他的这个实战经验呢 他非常丰富 嗯 出拳呢 就特别有劲儿 然后那个用膝盖打人啊 电炮 我们那个管膝盖打人叫电炮 呵呵 然后也特别有劲儿 他呢 平时也是练一些基本功 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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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会儿就是 呃 武侠小说啊 呃 电视剧比较盛行嘛 他就是也也练 然后那会儿啊 就问我 说你家有没有黄豆 能不能给我一点 练铁杀掌 对 要练铁杀掌 他呢 就是实战经验非常丰富 你像咱们那个普通人打仗啊 那个 我打过 你可能没打过 就打的时候啊 脑袋是懵的啊 其实完全是靠本能 但是瞎打 然后等你打完了以后啊 你任何细节你都回忆不起来了 就脑袋那会儿是一片空白 但是他呢 我想他打的时候 肯定脑袋是清醒的 然后什么出拳啊 电炮啊 都非常有劲 是吧 我就曾经看见过好多回 他就一拳 就把别人的嘴给打出现了 就是如果呢 他要是跟一些 呃 不怎么打仗的人打啊 他已经能够一小伯大了 就是那会儿 我们班有一个 一米九的大高个 然后呢 就是我们这同学在他前面走 他那个大高个啊 就觉得他走的慢了 然后就站着自己身高 就在后边挂 给了他一个电炮 哈哈哈 然后我们这个同学啊 就是也一点不怂 啊 他那会儿个儿也跟我一样啊 也不高 然后就回过身来 一拳 就打嘴上了 然后当时就给那大高个儿打懵了啊 你像是别人的话 那可能是就就过来揍你了 因为那一拳我估计特别有劲儿 给打懵了 那个大高个儿可能就想啊 那个觉得这胜负难料 我要真正的空手打胜负难料啊 哈哈 所以他就骂骂咧咧的回身就是自己的书桌里 嗯 拿刀我要挡了你 哼 回去拿刀去了 然后呢 那这时候就是很多班杆某 哎 就就过来拦面拦着 后来就不了了之 啊 所以我觉得呀 我们这个同学 就是如果再继续学一点格斗技巧啊 什么琴拿啊 摔跤啊 这种东西啊 那就是如果要是放在古代的话 他以后 那也许就可以自己开一个拳管教拳嘛 那么我举的这个例子呢 就是想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武术呢 就是来源于实战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想借这个例子啊 来说明中国武术的起源发展和传承 说到底啊 中国武术呢 就是跟其他地方的武术呢 其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是吧 都是来源于实战 但是你仔细想啊 其实他的这个有效打击 其实就是那几招 你比如说直拳啊 高拳 反全 其实就这几招 哈哈哈 就是你这个各种架子 你要真跟人打不起来 那你那你不就是这几招啊 啊 那腿呢 然后呢进站的时候呢 就是各种 呃 琴拿 背脖子 啊 啊 然后摔跤什么的啊 然后我在 啊 电炮啊 我在网上看呢 就是呃 嗯 还有书上看 像那种交各种琴拿 我看好像大同小异 交的东西都差不多 呃这个东西就是实际上呢 你只要懂了一些关键的技巧 你就可以举一反三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啊 传统武术啊 发展到现在啊 确实有一些虚假的成分 是吧 呃 而且关键呢 是缺少实战 然后关键呢 就是你要把这些 基础的技巧 基本功练好 是吧 雏拳文尊狠 什么快速熟练哈 是还有就是呢 现在练武的人啊 他 我觉得就是 都特别 这个 沉迷于套路 就是固定这个姿势啊 特别僵硬 呃 然后他不重视这个实战 那这个呢 就肯定是花架的 你像金先生就说过哈 无招胜有招 我觉得呢 就是非常好 是你你打仗的时候呢 就不要拘虑这个姿势啊 只要把那个关键技巧使出来 能打人就好了 啊 然后剩下的呢 就是叫 叫多练习基本功 练习实战 就像我刚才说的是的哈 如果你不经常打仗 打仗的时候脑子是懵的 对吧 那就是那个 那一点又没有 好 总结一下呢 就是今天说的 就是中国武术呢 肯定是能够实战的 是吧 但是呢 你也千万不要高估他 老话讲啊 呃 功夫再高也怕菜刀 是不是 双拳难敌四手 所以也就是说明了这个中国武术啊 你不要太高估他 他实际上就是那样 哈哈 就是如果你经过练习 就是防身 在街上呢 打那些呢 打那些就是地痞流氓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哈 但是呢 你千万呢 也不要高估他哈 因为格斗技巧呢 就就是那些啊 就像金庸先生又说了啊 殊途同归啊 那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哈 其实所有的那个技巧 归根结体都是差不多的啊 所以如果你要是碰到一个也是练过的人哈 那这个胜负呢 就不好说了 因为有很多因素在里边 是吧 身体素质 你当时的体力 你当时的发挥啊 还有地形 就这个都是很复杂的东西哈 然后是不可能说是呢 你你练了一套牛X的拳法 你已经很牛X了 那是不可能的 其实啊 真正的牛X是人啊 不是功夫 确实呢 有一些人 天生骨骼奇特哈 他非常适合练 骨骼驚奇啊 对骨骼驚奇 非常适合练武哈 比如说啊 UFC现任的那个 呃 轻量级冠金 John Jones 是吧 我现在就是他的粉丝 那他从21岁出道以来 打了26场 那一场都没有输过 而且他从来没有被人take down过 就是被人摔倒啊 都是他把别人take down 然后他唯一有一场败迹 就是因为他违规打击了 像这种人呢 那就是真正的天才 像这种人呢 就是真正的天才 是吧 那这个成就啊 不是说靠你这个勤学苦练 是能练出来的 是吧 当然他也是非常刻苦 还有就是那个 呃像杨露禅啊 大刀王武啊 我觉得这种人啊 就是能够明动一时 非常有名 是吧 那肯定也是因为 他们是练武的天才 而不是说他们练的那个武功 那个拳法又多厉害 而是因为他们这个人 是天才厉害 那你觉得咱俩谁更惊奇一点 那我觉得可能你吧 我之前就觉得我们打过你 那还是不可能的 你也不跟你说吗 那个打斗是要分量级的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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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